第2936集 上古魔头文言 墓中魔艳一盛 他被镇压了无数岁月 实力大将 再加上和夜晨对战 受了几处伤 这黑魔石对他恢复实力 可谓是有些帮助 而且他很清楚 现在这个时代 有人族主宰 他身为上古魔头 想要有个立足之处不容易 很快 他便是哈哈一笑道 好 你是我魔族后裔 甚至血脉上 与我还有些渊源 即便没有这黑魔石 我也愿意和你们 共同进退 雷锋文言面色一喜 而周无目 周穷 以及主老 都是目光一闪 这阴雷不足 好心机啊 他们这次来藏魔窟 恐怕不只是为了 诛杀夜晨 还有一个目的 也是为了拉拢着上古魔头 从此 阴雷不足的实力 必将大尽 凌驾于其他几大不足之上 成为万钧幽谷 真正的主宰 雷锣刹见状 亦是满面得意之色 不过眼下他们最关心的 却不是万钧幽谷获得了什么好处 而是魔阵之中的夜晨 一时间 众人的目光全部都落在了夜晨身上 下一刻 他们的眼中都是浮现了狂喜之色 只见此刻的夜晨半跪在地 浑身鲜血 焦黑 已经不成人样了 凄惨到不能再凄惨 夜晨竟是真的重伤在这魔头的手中了 那上古魔头一笑道 嘿嘿 即未来的正是时候 本尊刚刚复活 正打算吃点人肉 来恢复实力 可这不长眼的小子 竟然胆敢阻止于我 如今 本尊将之困在魔阵之中 彻底镇压 他已经没有了任何的反抗之力 不过直接让他死 好像太便宜这小子了 所以本尊将之一直折磨到现在 周穷目光一闪 面色有些凝重地开口道 这位魔尊 你有所不知 这小子生命力极其逆天 面对他 最好不能有丝毫的大意 能够将之灭杀的时候 一定要把握好机会 眼下我等已经到来 我建议一会儿一起动手 施展最强手段 将这小子轰击成渣 那上古魔头文言 眼中闪过一丝不屑之色的 生命力逆天 这我自然知道 不过此刻这小子入了我的魔阵 就算再逆天 也只有死路一条 没有任何翻盘的机会 人类就是胆小如鼠 这小子砍了本尊一箭 本尊可是要万倍偿还的 现在还没有尽兴呢 周穷文言面色一变 眼中隐隐浮现一丝怒火 这该死的魔族 真的头脑简单之辈 要是叶辰真的那么好对付 他们又何必直到现在 才敢对叶辰出手呢 他正要开口说些什么 确实被雷锋制止了 雷锋一伸手拦住了周穷 目光微闪地看向上古魔头道 魔兄 我们何必在这小子身上浪费时间呢 我已经为你在族中准备了数万血石 帮助魔兄恢复实力 眼下还是尽快将这小子解决得好 那上古魔头文言看向雷锋 眼中有一丝不悦 暗道 混血杂种就是杂种 也和这人类一般胆小了 也罢 待本尊恢复实力 无惧于那些人类之后 第一个先将你们这些杂种吞噬了 不过当下 那魔头还是给了雷锋一个面子 点头道 好 既然你开口了 那便如此吧 当即 周琼 雷罗刹 朱老 周无目 雷锋 以及这上古魔头 都是目中寒光一闪 浑身气息狂涌 做好了出手的准备 实际上周琼等人 都是可有可无的 主力是周无目 雷锋以及上古魔头 这三名强者 周琼嘴角扬起一抹冷笑 这三名强者一同出手 就算夜晨巅峰期 也只能被一击秒杀吧 以夜晨如今的状态 绝对没有任何抵抗之力 不过周琼却不希望夜晨 直接就泯灭了 最好还留一小口气 这样才方便他们收集其血液精华 不是吗 下一刻 树生大鹤 在这地底响起 一道道无比澎湃的气息 爆发而出 磨威滔天 武艺惊悚 整个地底魔窟 仿若瞬间成为了一个修罗战场 周无目浑身金光缭绕 手持一柄三棱刺 一道无比硕大的金色符纹 悬浮在三棱刺的上方 那符纹之中 散发着极为锋锐 似乎能够贯穿一切的道运 这道运一点都不弱 而雷锋则是浑身阴雷滚滚 手中是一柄大斧 雷霆缭绕的大斧 在其身后 隐约可见一道大魔虚影 这虚影的存在 即便是那上古大魔见了 都是心底微惊 看着雷锋 眼中不由闪过了一抹异色 他没有想到 一个混血杂种 竟然能够呼唤出 远古雷魔王的一丝虚影 虽然这雷魔王虚影 极为淡薄 但亦是令其惊悚了 他冷哼一声 浑身燃烧起了一层血色魔艳 原本就极为恐怖的气息 隐隐还在继续上涨 这古魔意识想在雷锋 与周无目面前展现实力 可就在几人即将出手的瞬间 却是异变突生 只见那魔火之中 原本半跪在地 一动不动的身影 却是突然有了动作 周雄瞳孔一缩惊呼道 这小子站起来了 所有人大脑之中仿佛 都是有一道雷霆乍响 这怎么可能 叶辰原本已经重伤到了 极致的状态 一直在承受着上古魔头的折磨 怎么会在这时候 有力气爬起来呢 这时 雷洛查迪鹤道 这小子 估计是知道自己死期要到了 想要临死反扑 是否 诸位前辈 立刻出手 不要给他一丝机会 这一次 别说是周无目 雷锋 就是连那上古魔头 都有一些慌了 他隐隐感觉 好像有什么事情不太对劲 眨眼间 几人一同出手 雷光金光魔火 同时爆发 化为一道万灭之光 已将这魔窟 以为平地的气势 朝着夜晨呼啸而去 周琼等人都凝视着 那道魔火之中的身影 他们在祈祷 祈祷自己的攻击 能够击中夜晨 轰隆一声巨响 几人的攻击 竟是真的 毫无阻挡地 落在了夜晨的身躯之上 周无目雷锋 以及那上古魔头 眼中都浮现了 狂喜之色 成功了 他们有自信 三人联手的这一击 只要命中 这小子的生命力 再逆天 也会彻底失去战力 果然 夜晨在受到三人一击之后 整个身躯 都隐隐开始崩解了 再次倒地 这一下 周琼等人的心 彻底放了下来 眼中都有了笑意 这心浮大患 终于铲除了 周无目与雷锋 对视一眼 都是暗中做好了 收取夜晨血液的准备 可就在这时 一道荧光骤人 从那火海之中爆发而出 众人再次一惊 朝着那魔阵之中的火海看去 只见那荧光 却是一道银焰 这银焰一出现 便开始疯狂吞噬着那 士灵魔火 转眼间 黑红色的火焰 便已经消散一空 而那银焰在吞噬了 士灵魔火之后 仿佛更加强盛了一分 那上古大魔 看到这一幕 眼眸疯狂地颤动起来 彻底傻眼了 这士灵魔火即便在上古 也是品阶极高的火焰 怎么就这么轻易地 被吞噬了呢 而更让他们惊悚的是 那银焰之中 原本倒地的夜晨 竟然再次站了起来 所有人都感觉 自己的眼珠子要爆炸了 要飞出眼眶了 完全无法相信 他们看到的这一幕 为什么承受了 三名志强的一击 夜晨还能站起来 此刻那银焰缓缓散去 火焰的气息消失 却而代之的是强大的元气 一名神色淡漠的青年 傲立在那魔阵之中 浑身上下 竟是完好无损 没有一丝伤痕 此刻青年的眼中 满是玩味之色 打亮着周无目等人 摇了摇头道 你们是在给我挠痒吗 就凭这等层次的攻击 也想杀我 他之所以来到这藏魔窟 与那上古魔头交手 甚至被困在魔阵之中 乃至不断承受魔头攻击 陷入重伤 都是他故意为之 为的就是让天星阁传出消息 将周穷等人引来此处 秦子薇之所以说 他在暴露一部分实力之后 不适合去找周穷等人报仇 倒不是因为实力不够 而是因为周穷等人 必然会躲藏起来 虽然叶辰可以强势碾压了周家 以及万军幽谷 灭了这两个势力 以逼问周穷与雷罗刹的下落 但这不是叶辰的性格 叶辰自认为不是什么好人 不过还不至于滥杀无辜 所以他只能通过天星阁传出的消息 将周穷等人引出 要怎么引呢 当然是给周穷这些人 一个杀自己的机会了 所以他才会不断承受着 上古魔头的攻击 为的就是让自己 真正地陷入重伤状态 一时间 周穷等人简直都要发疯了 原本还在狂喜之中 准备取走夜沉精血的几人 一瞬间从天堂到地狱 原本能够让整个周家 以及万君幽谷 拥有崛起机会的宝藏 瞬间变成了一个恶魔 一个在他们三人联手之下 都毫发无伤的恶魔 雷罗刹面色一变 双目冲写地看向了那上古魔头 立刻道 是你 是你与这小子喘通起来 欺骗我等 一瞬间 周穷目等人 都是面色猙獰地 看向了那上古魔头 现在 唯一能够解释这一切的 就是夜沉之前的伤 都是装的 下一个伤的 这一切的 就是夜沉旺 通过了 这一切的 就是夜沉旺 一切的 就一切的 就一切的 都让人猙獰地看向了